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物展映的时刻 今天和大家继续讲图书的故事 今天是去到第三集《属灵争战》 1918年4月26日,就是图书21岁生日后的第五日 亦是她和妻子爱达西利亚福知结婚的日子 他们结婚后有七个子女 可想而知,她们的生活淡字也有相当重量 图书的岳母是一个敬畏神的妇人 她一直祷告为她的女儿,希望神预备信主的丈夫 神果然听她的祷告 日后,图书在属灵追求上也得到她岳母很大的帮助 她鼓励她过一个殷勤的生活 又将自己的属灵书籍借给图书看 可想而知,因为你都记得 图书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书看 在这一段的日子里,她当然会看很多书 图书也深信,救恩是全家都会得着 于是,她很快就带领她的家人逐个逐个去信主 而婚后第一个夏天,她就和小寇在西维珍尼亚学校 开福音聚会报道会 然后就认证入美国陆军 在部队复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之后,她的属灵争战开始了 当时维珍尼亚教区的监督,舒曼博士 发现她的恩赐 虽然图书未受过什么圣经学校的训练 但仍然被按纳为当地的宣导会牧师 当时是1919年2月 而图书年轻的时候,她既是一个害羞 亦是沉默寡言的人 在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 她不是逃到屋外就躲在厨房 或者可能她更宁愿自己一个人吃饭 虽然她是很来向 但在公开的即使上是灵类火热 而基督的爱,也除去她的畏缩 不过在她的生命中 她也是独自喜欢到处走 为了和神有好的交通 甚至会远离家人和好友 这种生活对图书家人来说 当然不太好受 而实际上,她就像一个结婚的收市一样 她没有汽车,地产,也没有银行的户头 任何能叫她发财的机会 她都不舍一股 有时甚至还拒绝家身 当她出外传道时 她的太太和小孩子都不能和她共享天论 而她完全是接受《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所说 人到我者女来,若不爱我,性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她就是这样,按着字面这样,她就去信手了 而图书几乎对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见 在某些事情上,更是态度强硬 你可能不同意她的看法 但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和坦誠 她说话的慈风锐利,也不理会有没有伤害别人 不过有时,她也会因为自己的说话太过分,而有些懊悔 在宣度会的一次会议中,她就撞板 那次她的强烈反对一项已经通过的事情 她的说话用词太重了,最终她所提出的意见 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回到家后,她开始觉得不安 虽然她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对的 但发觉她的说话实在太过尖酸刻薄了 也感谢主,她终于光照她的仆人 让她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 这件事之后,她就写了一篇信息 是她有力的作品 题目是《征求勇气加上谦卑》 其中她有几段说话 她说,刚烈的圣情是难以纯服的 而更难扮认的是因为恩着骄傲 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神 可想而知,她对自己过往的一些 说话的态度各样是做过深切的反省 使徒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她似乎有着十足的勇气 百般隐类的圣情和神的宽容 从她得救之前的光景来看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的是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她又将会成为一个点的人 原来图书将自己想起自己的态度 和保罗当时某一段情况 她可能都在作一个比较 而当她重旁 即是指保罗 当保罗重旁 帮助那些用石头打死司提反的人之后 就四处尋找基督徒 向他们口吐威吓、凶杀的说话 甚至在她得救之后 对某些事情的判断仍是速箭速决 但当她出去传道的时候 保罗亦决定拒绝带马可出去 可见她对那些不信任的人的态度 但岁月、患难,加上忍耐的主日益亲密的关系 似乎改变了这个弱点 所以保罗的晚年日子里面 都是充满了甘甜的爱 轻香的怜悯和欢容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改变 可想而知 图书真是一个会反省 亦都自己用自己的道 去帮自己反省之余 亦都帮会重去反省自己的性情 而图书还有其他经历 他提到任何人 只要经历过靠信心生活和侍奉 都能见证出主是如何解决我们的需要 我的内人 如果不是完全信靠神 来供应所需的粮食和其他需用 恐怕在他初出来侍奉的年间 就要挨饿了 当然我们相信神会供应 供应款项给信靠他的孩子 但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真正的供应者 其实是上帝自己 图书亦会为自己定是一个终身 绝不更改的对于金钱和物质的原则 即使有衣有食 已知足 后来图书成为著名作家 他亦没有从中得到丰厚的利益 他将应得的版权税转让出去 以后成为美国极有名望的牧师 他的身奉亦非常微薄 并非教堂没有能力给他高薪厚绩的待遇 而是图书他认为所收的月薪就足够了 所以看到这个仆人他真是爱主 爱主得来 他亦觉得知足已经足够 不需要有太多金钱的钱类 而图书在托多利侍奉主的时候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这样 就是他爸爸雅各 有一次就来探图书 在那段日子里 图书对爸爸的印象 其实并不是很好 虽然他爸爸精神未失常之前 曾经决尽所能维持一家生计 但是 他的管教小孩子的方法实在太严慌 图书也曾经受过他爸爸无数次鞭打 特别是图书十多岁的时候 他爸爸突然患上严重的精神 幽鬱症 必须长期住院 又将整修家庭的经济重担 都压在图书的妈妈身上 所以他对爸爸的亲近感情上 是有一些重担的 而图书的爸爸 对图书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图书从世的性格 趋向比较内向 年轻的时候又害羞又沉默寡言 所以这个习性也是很难改变的 而他这种独自一人的习性 也一直延续到蒙恩得救之后 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 尋求和主在密室里的交通 在和主单独面对面的时候 他会远离家人和亲戚朋友 虽然图书在得救之后 曾经带父母和其他人信主 但图书对爸爸长期那种 又怕又怕又忌的感情 一直未曾对父亲传福音 而图书的爸爸 因此而变成家里 唯一一个未重生得救的人 第一日 在东边教堂 听到图书传福音的会众里 只有他爸爸在特地从老远的地方来探图书 他爸爸出于礼貌 顺便来听听儿子说 但图书的话语带着能力 立刻打动父亲的心 这个老人家光硬的心 即时被主的爱融化 聚会结束后 当图书邀请缺制信主的人 来到港台前面 公开接受主耶稣为他们救主的时候 图书的爸爸 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到港台前 相室跪下 当场接受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 所以真的 无论我们和家人 任何一个家人 有极不好的关系也好 原来当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都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上帝会施浅他的大能 因为他是爱我们世上 每一个能够愿意投教他的人 所以记住 有任何的疑惑 都不重要 只要你将他一切 带到基督台前 是不是 有任何能够描运 对